当然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也会攸关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动 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是出访中东 斡旋以哈停火 并提出了所谓过度停火方案 但却疑似造成了返效果加深双方的猜忌 而破局的主因是 以色列不同意撤出加萨还有埃及的边境 这点踩到了哈马斯的红线 而哈马斯也不满布林肯对外宣布 以色列接受协议 让外界以为是哈马斯在阻撓停火 另外以色列这一周再次展开了救援行动 在加萨地道当中发现六名人质的遗体 也引发以色列家属的愤怒不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 斡旋以哈停火 并提出过度停火方案 经过三天马不停蹄的沟通与协调 不但无法消弭以哈双方的旗舰 甚至还加深了猜忌 布林肯在离开中东前 仍不放弃最后希望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三月提出了停火协议方案 哈马斯在七月的谈判中表示同意 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 以军完全撤出加萨 不过这一次布林肯带来的过度停火方案 却不是当初的版本 哈马斯批评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多加了很多条件 也不满布林肯对外宣布 以色列接受协议 让外界以为是哈马斯阻挠停火 有误导之嫌 布林肯离开以色列之后 先后飞往埃及和卡达 与两国领导人会晤 埃及和加萨有将近十公里长的边境 底下布满了地道 是哈马斯走私武器的主要管道 以色列坚持不从埃及边境撤军 是谈判破裂的主因 这周以军再次发动突袭抢救人职 不过却在加萨南部 尤汉尼斯的地道中 发现六名人职遗体 目前已经送回以色列 哈马斯表示这六人是遭乙军轰炸死亡 以色列方面说要进行调查 才会公布死因 罹难人职家属对纳坦雅胡坚持不停火 感到十分愤怒 乙军在汉尼斯的袭击行动 还包括炸毁一间收容难民的学校 共造成十多人死亡 乙军宣称有哈马斯躲藏在学校内 乙军之前将加萨民众寻求庇护的地方 都列为人道区域 然而近日的卫星图显示 在过去一个月 乙军不断炮袭 人道区域已经缩减了30% 地上建筑物都成了黄土一片 加萨的巴勒斯坦人 对乙军的仇恨值有多高 可想而知 但战争中善恶往往不是敬畏分明 而且处处考验着人性 五岁小女孩一家人 遭到乙军攻击 父亲和姐姐丧生 她和母亲两人活了下来 母亲拖着小女儿 附近一栋民宅躲藏 小女孩回忆起当天的情况 以军炮轰着对母女躲藏的房子 还用阿拉伯文向他们喊话 以军进入后 看到两人缩在墙角 一名军人先为母亲包扎枪伤 最后乙军将两人救出 送到耶路撒冷的医院救治 乙军事后公布了这段画面 但这绝不是能够讨拍 或需要被赞扬的行为 因为国际法规定 军人在战场上遇到受伤平民 必须进行救援 但在这场战争中 这样的事却鲜少发生 这名身怀的母亲 当被问到 对救她的乙军 有什么话要说时 她难掩内心的挣扎 以哈停火谈判 原本预定在本周三举行 但以哈双方旗舰太深 看来谈判又会延后 加萨和平恐怕再度落空 TVBS新闻总和报道